鏡頭要轉回到國內 來看到在高雄一名原姓男子 想要追求一名詹姓女子 但是這名男子 他發現這女方下班之後 會搭乘朋友李姓男子的車離開 他因此開車尾隨 想不到這李姓男子 就發現被人開車跟蹤 他反而就跟蹤起這名 原姓男子 雙方是一路開到巷弄裡面 李姓男子他當時 誤以為對方要倒車來衝撞 因此當場跟朋友下車 是路邊的石頭砸毀 原姓男子的車窗玻璃 穿著黑上衣的原姓男子 開的銀色小客車 車窗玻璃被砸破 動手的就是開在後頭 黑色車輛的駕駛李姓男子 而原姓男子會被砸車 就是因為他為了追求詹姓女子 先開車尾隨這台黑車 染著一頭金髮 穿著短褲打扮時髦的就是詹姓女子 原來原姓男子想追求他 到他工作的地方等他下班 卻看到詹姓女子坐上了李姓男子的車離開 原姓男子開車一路尾隨 這時候李姓男子發現有人跟車想要釐清對方的意圖 反而是尾隨原姓男子的車 結果雙方開進巷子裡頭 李姓男子以為對方要倒車衝撞 才會下車拿石頭砸破駕駛座的玻璃 而當李姓男子砸破車窗才發現 開車的原姓男子雙方都認識 就在馬路上討論賠償的問題 後來警方感到雖然雙方都沒有要提告 但是警方還是依違反社違法 以請高雄地方法院檢疫庭裁處 記者呂中仁 高雄報導